2017的轻轨82亿的经费在2020要完成就是今年 那我们中间又改变路线 所以又变成425亿 但是路线听说到现在 之前的同仁也问到 这个问题我只是想等一下市长答应 能不能做到 基隆捷运的建设 这几年是最有进展 这个环境影响评估即将完成 然后接下来在明年的一二月左右 应该是综合规划就可以定案 那这就是捷运建设两个最大的关键 环境影响评估通过综合规划通过 大概基本上就全部都确定 捷运我想我是相信你 可文哲又来了我也不相信 但是这个跨县是三个县市的重大工程 工程更需要更用心才能够解决 第二个就是市政大楼 市政大楼从109年提案通过 1250万年的经费规划 到去年的110年的10月8号 跟111年的1月6号两字的评委 都没有如期能够在这个说明会完成 那表示这两个工程 是不是在你卸任之前 能够真正把规划完成 把它定案 因为市政大楼说实在 这么多的钱 我不知道下一任的市长能不能提到 市政大楼这几年因为这两三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说实在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案子这么大 委员他不同意开这个线上的会议 他必须要开实体的会议 来就整个的一个招标 或者说他我们现在是在做前期的一个 净途的一个现在的一个阶段 那当然这个市政大楼 这个要看后续的这个市长 他的一个想法 不过在我们的任内 我们就是尽量把原本跟议会报告的 这个进度跟期程 然后把它往前面来做推进 那市政大楼还是一样 如果到市长这样讲 规划没有完成 下一任我比较重要的是经费的来源 所以因为你任期就要到了 规划也还没有完成 所以可能要留待下一任 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想公车修理厂在未完成开工之前 是不是可以提供部分 让这个计程车司机 有一个惯息休息的地方 我后续再询问清楚之后 因为时间太久了 我再跟专议员来做答复